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我是芳哥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今天呢 就是我們的全聯新品開箱 這次呢 我一樣網羅了非常多 很有特色或我很有興趣 或者是心中的隱藏版商 要來分享給大家 這次大概花費了 一千兩百塊左右 對啊 其實比起好吃 而且是評價了不少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吧 GO 首先呢 我們先拍一個瘋哥有興趣的 這是柯寧出的 Banana高鮮牛奶 它一組其實是6罐99塊 香蕉耶 你看你看 有興趣了吧 你有跟他講買這個嗎 沒有吧 誇張耶 其實柯寧他們家的包酒乳 很多口味我們都蠻喜歡的 像那個草莓油肉乳 就是我們家的No.1 它上面有說好喝就像現打 而且是使用台灣在地香蕉 熱量就是三打卡 是怎樣 好喝嗎 其實它不會太甜 我覺得蠻好喝的 我現在是常溫的狀態 如果冰鍋應該會更好喝 你很享受耶 我喝一口看看 我覺得是小朋友會喜歡的口味 10分的話呢 我給他8分 很香蕉耶 你給他幾分 1080分 開場 就破紀錄 真的耶 彎仔碼頭 小籠包 這個是櫛瓜鮮蝦口味 售價149元 我看到廣告 你馬上就去買了 對 因為是新品啊 它一盒裡面呢12顆 所以平均一顆大概12.4塊錢 彎仔碼頭打開是長這樣 然後有附蒸籠子 12顆 這我超有興趣的 因為你喜歡鮮蝦 而且我對彎仔碼頭上來很有信心 真的是湯包耶 很多汁耶 它是一咬就爆汁的那種 其實裡面你會吃到鮮蝦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口感上 鮮蝦好像做得很碎 混在裡面 比較不會有那種蝦脆脆的口感 但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它皮是薄的 然後湯汁夠多 真的是你一咬 整個是飽滿的湯汁 而且它是很清爽的湯包 我覺得它調味是夠 但整體就是非常的清爽 然後有那種高湯的濃郁感 但我喜歡更濃厚一點的口味 肉味再重一點 10分的話呢 我給它 6.5 7.6 我很喜歡 好喔 比較海味的湯包啦 嗯 艾滋味 東阿米哥 售價59元 我們是不是有開過它的碗粿 碗粿啊 然後還有開它的豆腐包啊 麻婆豆腐啊 反正很多系列 東阿米哥我會興趣耶 但是它一罐59其實不算便宜耶 去外面買一碗冬阿米哥應該不用59塊 我印象35啦 其實是很久以前了 它其實打開就可以吃了 但是今天就是隔水加熱 或倒出來蒸一下 那我們去隔水加熱 肥底是不是 脫不出來耶 它其實沒辦法整個扣出來 所以用出來會軟軟 然後它裡面有燕麥跟大麥 所以會看到這種 它調味其實滿夠的 醬油糕都混在裡面 因為它是有花生味 然後因為它有大麥跟燕麥 所以口感比較不一樣 跟你一般吃東阿米哥 完全不一樣 沒有那麼Q那麼黏 但我覺得艾滋味的搶像就是它那個醬 對 它的醬比較厲害 它就是都調好了 但的確我比較喜歡吃傳統的東阿米哥 因為它口感沒有那麼好 它真的很像南部那種酒很爛的水族狀 然後它裡面有肉 來一點 10分的話我給它 6分 酷彩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它整體的口感 喔 7分 我覺得還OK 我肚子餓了 我們肚子也餓了 我們肚子也餓了 大人小孩都喜歡的番茄紅醬 酸甜清爽 搭配七種蔬果炒香 新品松露野菇燉飯 使用義大利白松露及黑松露 搭配香菇蘑菇及多種蔬菜 我第一次吃到番茄紅醬是搭配食蔬 不是搭配肉醬 但是意外的非常的合拍 而且口感變得非常的豐富 真的是蔬食者的一大福音 料超多 松露野菇燉飯 你看它裡面的菇類蘑菇多少 而且這樣拌起來 那個松露味超香 它的米是有點口感的那種 非常的讚 而且很夠味 我跟小編呢都非常熱愛吃蘑菇 尤其它是松露控 它不管吃牛排或吃拉麵 一定要加個松露 我覺得它黑白松露搭配起來 非常的和諧 然後加上帕瑪森 其實有一種高級義大利料理的感覺 對 而且只要簡單微波就能上桌 很厲害耶 超方便的 而且宵夜輕鬆就搞定了 好吃 我喜歡的餓吧 桂冠輕鬆生活系列 快速備餐 輕鬆解決孩子的餓 大片的豬肉片 然後還有蔬菜跟木耳 麻油雞炒飯 用老薑極紅麻油跟白飯拌炒 這個微波就聞到它的香氣 超級香的 裡面還添加了雞肉 木耳 蛋麥片 口感非常的豐富 哇 好會熄面喔 我覺得照燒烏龍麵啊 它就是醬汁甜甜的 大人小孩都會很喜歡 而且裡面肉很多 微波就能吃 然後解決小孩的餓 然後我個人是很喜歡這個麻油雞炒飯 非常的香 微波起來就超級香 而且裡面還有聽到大麥 口感非常的好 麻油香氣很不夠耶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是粒粒分明的炒飯 哇唷 工作太累不想煮飯 不知道今天要吃什麼 這時候有輕鬆快速上桌 真的非常重要 貴款輕鬆生活系列 共有16種口味 選擇非常多且不慘耶 讓你免煩惱 即日起呢 到9月9號 單筆發票購買 櫃罐輕鬆生活飯店系列 平向任三合 或櫃罐三頭火拉麵一包 登陸發票 中週抽 一萬元旅遊金喔 謝謝櫃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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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繼續開箱吧 88 每一位糖 藕龜鍰 唷唷 手儉價59元 它裡面呢就是4個 然後它是可以用蒸或用煎 我個人是想用煎的 所以我們去試試看 我們的藕龜鍰好囉 煎的有夠很美 你煎很美 真的像那個滑坡的那個 對啊 我本來講蛋塊 因為這補我的菜 而且 很好吃耶 它裡面那個芋頭 其實味道淡淡的 但是它有那種油蔥 豬油的香氣 而且皮就脆脆的 那我還是半塊 我只有半塊給你 但這個吃下去很薄耶 對啊 這個炸鹹酥雞已經很好吃 我會覺得不好買耶 要在菜市場才買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樣還滿方便的 而且味道也不錯 夠Q 喜歡的可以吃吃看 10分的話呢我給它 7分 差不多 接下來呢這個叫 綠果方舟米披薩 然後它這次做了兩個口味 這個是三杯雞 鹹豬肉 哇 一片售價就是125塊 兩個口味我都很有興趣 所以一起買回來開箱 那我去加熱一下 它用氣炸的就可以了 好喔 這個是鹹豬肉 上面看到滿多塊鹹豬肉的 這個是三杯雞 我們米披薩加熱好了 看起來還滿不錯的 好像新人在切混禮蛋糕有沒有 恭喜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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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能吃一點 它其實長得像Pizza而已啊 嚴格來說它是一種分子料理 長得像Pizza的 鹹豬肉 那其實鹹豬肉本身滿好吃 滿夠味的 帶一點小辣 但是它的餅皮就是 因為它是米Pizza 因為餅皮比較不會有那種Q感 麵皮的那種感覺 嗯 它很像 吃膏類 蘿蔔糕之類的 當了一個餅皮 然後它邊邊還是會有點脆脆的 不像Pizza 喔 那像什麼 像什麼 像別的Pizza 它就是蘿蔔糕煎得很脆 然後把鹹豬肉跟起司放在上面 對 那我們吃算三杯雞 濃濃的九層草味已經出來了 喔 真的耶 我喜歡三杯雞耶 正常來說Pizza我一定會加Tabasco 嗯 但這個我加不下去 太台味了 真的真的 如果加 會被打亂 反正只要東西放在餅皮上加起司 就是Pizza 10分的話 我給它 7.5 差不多 我覺得滿好吃的 我喜歡三杯雞 而且我覺得價錢滿可以接受的 你給它幾分 10分 在那邊吃的 金果榴槤冰大福 售價45元 其實我們之前開過它的榴槤包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很好吃 然後那時候開箱完 很多人都留言跟我說 欸 真的很好吃 就是很像真的榴槤 但它這顆滿小的耶 它就這麼小一顆耶 45塊 我一打開 榴槤味超濃郁 它就這樣 超級迷你 超級榴槤 好吃嗎 好吃 那你還要吃一口嗎 我有 客套 到底有多客套 它其實榴槤味真的非常的濃 很多人都說很像吃真的榴槤 可是我覺得其實它口感還是比較偏冰淇淋一點 但整體是好吃的 它的皮也很Q 其實比較貴了一點 對 可是如果很喜歡吃榴槤的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喔對啦 喜歡榴槤的應該滿愛的 因為它榴槤味真的超級濃 你喜歡嗎 我當然不喜歡啦 可是在我嘴巴 舌根一直散不去那個味道 10分的話我給它 7分 是好吃的 一枚小泡芙 香焙咖啡 口味 其實咖啡有點久 但它不是很好買 那我個人最喜歡的呢 就是牛奶口味 但大家一直推 咖啡超級好吃 所以我要買來試試看 夠價33塊 我的剪刀是很厲害 它已經迫不及待了 它這個很難剪 這個太剪刀超難剪 因為那小朋友剪刀 給我一顆 我小一顆顆 咖啡妳可以嗎 它 我 它其實內餡 咖啡香氣真的滿濃郁的 然後帶一點點微酷 會苦苦的嗎 會苦苦的嗎 不會 妳覺得好吃嗎 妳覺得好吃嗎 好吃 但妳只能吃一顆耶 我吃完三顆 好 再給它一顆了 好 兩顆 兩顆 OK囉 OK囉 但我覺得它是真的很香很濃 我滿喜歡這個味道的 我第一名是牛奶 第二名應該是它 這個冰淡牛奶不一定也超好吃 有進去大家也可以去買 試試看 10分的話我給它 7.5 7.8 我愛 素三生 售價109元 因為我看很多人分享都說 這素三生超好吃 我就很好奇 不然我一般 這個我根本就喜歡 妳根本就喜歡是不是 欸 我要不是跟人家分享說這個很好吃 我真的沒有興趣想買它耶 我以前中原普度有買過 但是不愛耶 我很喜歡吃這個 妳有吃過嗎 沒有 但我覺得 整體是滿可愛的 對啦 妳要吃一條魚 好 妳要魚 好 魚先給我 妳要頭還是尾巴 兩個都要 先吃一塊 魚裡面是包鳳梨 感覺應該像鳳梨酥 它就是鳳梨酥 它顛覆我 對以前對素三生的想像 你看魚變小了 那好吃嗎 好吃 妳很喜歡 我沒有很愛鳳梨酥啦 它鳳梨酥就是很傳統那種 比較甜一點 然後它也不會帶蒜 也沒什麼纖維感的那種 但它餅皮不是那種鬆鬆的那種 對 它餅皮其實是有點嚼勁 我覺得整體是滿清爽的 它其實每個都是包鳳梨酥 等於它是三個很巨大的鳳梨酥 它的保存期限是90天 所以我看了一下保存期限 可以放到 雙十節 而且它熱量很驚人 它的熱量是1900大卡 所以這一盒吃完一整天就不用再吃東西了 真的耶 你喜歡這個嗎 這一盒都送給你 好不好 你慢慢吃 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如果以拜拜 方便性來說 這確實如果需要三生 麻出來麻好了 它是鳳梨有往來的那種 好像有點吉祥的感覺 對 那種寓意不錯 有需要的可以去買來吃吃看 這次閱讀麵包呢 出了一個口味我非常的有興趣 麵茶口味 這是麵茶貝果 麵茶餐包 都是35元 它裡面呢是這樣 餡料覺得有點空虛 我覺得它麵茶的餡料不是清爽的 麵茶味算濃郁 所以整體那種奶油的味道不清爽 它調了很多奶油進去 嗯 我沒有很喜歡這一款的口感 然後它的貝果是比較鬆軟 不是Q彈的那種 我喜歡那個有嚼勁一點的貝果 它在閱讀麵包的貝果中 就是這個 嗯 這種感覺 對 小時候不是那種五塊一包的麵茶餡 然後可以挑出 吸然後每次都會嗆到 但我覺得它麵茶的存在感沒有很重耶 整體餡料比較偏少一點 要吃吃看餐包好了 餐包感覺餡料就比較多了 但因為全年的麵包呢 很多是使用人造奶油 所以蠻多人不喜歡的 當然就看個人的選擇啦 它其實會有點砂糖的口感 嗯 要沙沙的 顆粒脆脆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餐包表現比貝果好很多 因為餐包就是真的比較濃郁的麵茶味 但餐包比較甜一點 因為可能內餡比較高 而且它奶油感沒那麼重 它就是麵茶味拿砂糖 10分的話我給它 6分 6.8 原本3是魷魚絲 售價79元 真的是海苔口味 對 其實它這個包裝做滿精緻 它是有夾鏈帶的 它裡面呢是長這樣 真的很像魷魚絲耶 我記得它口感 跟魷魚絲九成像了吧 嗯 有 但就是魷魚絲在咀嚼的時候 會有那種魷魚特有的那個海味 對啊 但是它沒有海味 它其實比較像豆干 對 對對對 但口感就是做得很像魷魚絲 可是是一個 滿爽水會一直吃的零食 你看它刷水了 它刷水了 因為我們本來就會拿去那種大豬公 然後那種 類似 對 79元我覺得分量比魷魚絲多滿多的啦 如果有興趣的人也可以買來吃吃看 10分的話我給它 7分 7.5 那你給它幾分 190 所以它現在喜歡的都會有1000分 對 然後我剛才看到它說 嚴選飛機改大豆 所以它是大豆製成的 所以吃素的也可以吃 有興趣的就試試看吧 對啦 素食者的選擇 挪威熟豆麵包蟹 這是特效269 所以我決定再買一次 不用拿平凡自己的熟益是不是 因為上次我問了它是熟豆 所以我就是蒸很久 然後它都老掉了 然後被我嫌棄 對 所以今天我再給它一次機會 我們用大家分享的方式 如果想吃冷的 退冰就可以吃了 那如果想要吃熱的 滾水 關火 門一下就好了 有 大家對這段有很多留言 的協助 謝謝大家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評論它到底好不好吃 好可怕喔 喔 這是看起來 糕比較濕潤一點 不會像上次很乾 然後蟹膏還是滿多的 看出來是在吃蟹膏的感覺 而且我這樣 因為麵包蟹蟹膏很多 上次是整個就變結塊了 比較硬一點 這次變得很好吃耶 上次我覺得很像吃煮到很老的豬肝 那個口感 粉粉又乾乾的 然後很多人問我說 麵包蟹它買不到 反正它就是在全年的冷凍櫃 裡面很多類似的商品 大家如果找不到就直接問店員 對 因為有可能那間全年沒有進貨 反正就光大家做參考 因為上次我們真的料理錯誤 你啊 不是我們 我只是吃的人 好了 我們今天開箱的 近期的全年新品 請問小編 你最喜歡的是 松露野菇燉飯啦 我這麼愛松露 還有麵包蟹 我覺得這次你幫他平板的超好 真的喔 嗯 請問風哥你最喜歡什麼 這個跟香蕉牛奶 為什麼要這麼冷添 這個跟香蕉牛奶 因為他現在很陶醉在喝香蕉牛奶 對 我個人也滿喜歡香蕉牛奶的 然後我覺得今天米披薩的三杯幾個位 滿重我的 就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最後呢 提醒大家 即日起到9月9號購買 櫃罐輕鬆生活飯麵品相認三盒 或購買櫃罐三頭火辣麵一包 登入發票 雙周錯一萬元旅遊金喔 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我們今天開箱呢 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忙按讚 按訂閱 還有開鈴鐺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 你叫飯麵飯麵 我以為杯麵在叫他 他一直喵喵喵